我最后一张 不好意思 总是小妹咪 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有太阳能教父称号 貌敌荣誉董事长 左元怀病逝 享年68岁 科技圈接连传来词事的噩耗 还有华硕财务长张伟明 华硕人好不舍 55年次的张伟明还那么年轻 台大气管硕士 不但是财快长兼发言人 还管行销 一个人身兼四职 众讯一发市场震惊 华硕大家长施重堂 发出内部员工信 表达哀痛之意 一路走来华硕重大决策 从公开发行上市 到和合硕母子公司分割 张伟明功不可没 在notebook这一边的这个营收 营收绝对会比去年 成长超过十个人生 法硕会上张伟明要独挑大梁 给数字谈景气说愿景 记得华硕的时候 我们是七到九 那我们这次应该还在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而面对记者提问犀利 张伟明又引申在董事长施重堂 执行长沈正来背后当起智囊军师 客户只是过客而已 最重要的是你要培养出一群粉丝 张伟明不但是好丈夫好爸爸 还会拉LINE群组跟媒体搬甘情 17号满50岁的脸书生日感言 还看得到女儿撒娇 亲爱的把鼻 却成了他脸书的最后一篇po文 行销在兼会计 然后在兼发言 我觉得这个在这样的工作量 在电子业真的非常少见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科技人突然辞世 太阳能场朔和兼国朔前董作 成绩人因为绩劳成疾 54岁一年早逝 而音叶达集团前副董温世仁 则是脑中风撒手人寰 都是政治冲刺事业的高峰期 让人无限惯惜 东四财经新闻综合报导